从农村掏粪工到坐拥千亿商业帝国到负债2万亿 美军证实美加军舰联合穿越台海中方激烈回应 中共攻台概率有多大 现代预测数告诉你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17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万维读报》 我是Jennifer 1958年10月 在河南省泰康县的一个贫困农村里 一个男婴呱呱坠地 面对孩子的出生 孩子父母的脸上的笑容却只是一闪而过 紧接着变转为忧虑 他们想的更多的是如何养活这个孩子 在当时泰康县是一个全国有名的贫困县 而当年疯狂的大跃进更是雪上加霜 一家人只能以讨饭为生 可对于这个贫困的家庭 上天却并不眷顾 在孩子刚满一岁的时候 母亲因为身患败血症又无钱治疗 最后撒手人寰 母亲去世后 父亲早出晚归 从此 这孩子靠奶奶照看 这个孩子是家中好几代的单传 他叫许家印 许家印读书的去台港小学 就是几间茅草屋 没有窗户 一到下雨天 教室里的地上到处都是烂泥 每到冬天寒意逼人 放学回家好几个钟头都暖不过来 聪明的许家印用泥土做了一个小火炉 带着煤炭在教室里烧火取暖 同时还可以热一热他的窝窝头 父亲在地里种了很多柳树 柳树长大了 父亲就把它砍下来拿到集市卖 一根能卖几毛钱 一车能卖几块钱 那个时候几块钱是个不小的数目 奶奶会做酸醋 酸醋做好了就利用空闲时间到集市上卖 赚来的钱补添家里的生活 上中学的时候 家里离学校很远 许家印要一个星期才能回一趟家 每次去上学的时候 父亲就会给他准备一袋馒头 加上一些咸菜 让他到学校吃 刚开始两天还能对付 可到了第三天 馒头就涨了煤 1975年 许家印好不容易中学毕业 为了谋生 他种过地 做过买卖 就连人家都不愿意做的挑粪工的工作 他也做了好长一段时间 1977年 高考恢复 许家印已经两年时间没碰书本 再加上时间仓促 不出所料 许家印的第一次高考已落榜告终 1978年 许家印放下了手头上的掏粪勺子 花了足足五个月的时间复习 而这一次 他成功以周口市第三名的成绩 考上了武汉钢铁学院也精细 大学的四年时间很快过去 1982年 学有所成的许家印分配到河南武阳钢铁公司工作 来到钢铁厂的第一年 许家印就成功当上了车经副主任 一年后又晋升为车经主任 可车经主任也就是许家印的极限了 之后的八年时间里 许家印一直没有再升职 新怀野心的许家印逐渐感到不满足 萌生了离职的想法 1992年的时候 心胸宽广的许家印想为厂里的员工 某一些福利 并私自变卖了厂里的废料 公司的上级知道这件事后 便对许家印展开了调查 而这也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许家印选择离职 南下深圳发展 刚到深圳 许家印选择了一家名为中达的贸易公司 在这里 许家印已经没有了往日车经主任的辉煌 而是重新开始 从一名普通的小职员慢慢的往上爬 因为出色的工作能力 每到一年时间 许家印就晋升成了办公室主任 但许家印的野心远不止于此 1993年 中达集团成立子公司 深圳全达贸易公司 许家印便出任了这个子公司的经历 1994年10月 中达集团看中了房地产行业的发展空间 把这个任务便交到了许家印的手上 许家印带着三个人 在广州成立了彭达房地产公司 为了节省经费 四人就只是租了一个普通民房 三个月时间 就拉到了将近2000万的投资 许家印就着手开始了第一个房地产项目 朱岛花园 项目大获成功 一举为中达集团净赚2亿元 按说为公司挣了2个亿 不管怎样也要发一些奖金 要么就是涨点工资 可许家印却一直拿着月薪2000的工资 多次申请加薪无果后 一气之下 许家印选择离开了中达集团 自立门户 而在后来 许家印回忆起这段经历的时候说 如果当时老板给他涨到10万年薪 他或许就不会离开了 毕竟自己创业是有很大风险的 这让人想起当年的任正非 如果他没有被男友集团开除 或许就不会有华为集团了 1996年 许家印带着当初在朱岛花园团队里的几个人 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注册成立了恒大集团 开始了他的资本积累扩展之路 2017年 许家印提出了三个第一的口号 即土地储备全国第一 全国销售额第一 全国销售利润第一 2009年10月 许家印宣布恒大地产在香港年交所公开募股 以李嘉诚的长江实业为首的香港富豪 纷纷出资认购恒大地产股份 2016年7月20日 美国财富杂志公布当年世界500强公司 恒大成为唯一一家 只用了20年就成了世界500强的房地产企业 2017年10月15日 据胡润富豪榜2017报道 许家印以2900亿人民币的资产成为中国首富 超越阿里巴巴的创办人马云 腾讯的创办人马化腾 2021年6月 恒大集团经营状况不断恶化 现金周转出现问题 厂商付款拖延 股价下跌 债务违约等现象频频爆发 恒大股债跌跌不休 9月8日通过旗下员工发出消息 停止对付所有理财产品资稀与利润 消息传出后 在恒大财富的投资人间引爆恐慌 事态开始扩大 恒大欠供应商 债权人和投资者总计 1.9665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这60多年的历史 从经济瀕临崩溃的边缘 到改革开放 房地产疯狂发展 再到房地产泡沫瀕临崩溃 许家印都赶上了 凝结着他个人的艰辛 辉煌到破产 可以说他一个人的历史 印证了这个国家的一段历史 也会留给后人一个深刻的教训 10月17日 美国第七舰队证实 美国海军伯克级神盾飞弹驱逐舰杜威号 与加拿大皇家海军巡防舰温尼伯号 在14日至15日期间联合航行出海 此前中共智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 于15日曝光一张卫星图 图中显示美军搜伯克级驱逐舰 后方还有一艘似乎为加拿大温尼伯号 14日出现在澎湖西南方海域 美军第七舰队发言人 今发出声明 在14到15日期间 杜威号和温尼伯号一同通过台海 此行动展示了美国和盟友及伙伴 对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的承诺 类似合作反映他们对该区安全繁荣的核心行动 据悉 这是美军近年来首度联合他国舰艇通过台海 同日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 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 施毅陆军大校对此表示 美加勾连挑衅 搅局滋事 性质恶劣 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施毅大校说道 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 坚决反制一切威胁挑衅 美国第七舰队目前在西太平洋之印度洋一带 部署50到70艘军舰和潜舰 执行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任务 与周围的海洋国家进行互动 另据自由时报10月15日晚间报道 长期记录台海周边状况的 台湾西南空域粉丝专业 当日下午发现台湾海峡北部一组飞航讯号 警察为美国海军 舰载海音直升机 研判为美国军舰 再度通过台海 这也是台湾计划采购的美军直升机机种 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网站发表 库拉巴资本投资公司首席投资官 莫西斯研究中心前主任乔伊的文章说 关于军事冲突的历史有丰富的数据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 军事冲突已经导致以数以百万计的人失去生命 但预测战争频率和严重程度的定量研究 相对来说却微不足道 作为全球金融市场的投资者 库拉巴资本投资公司 一直在努力开展预测业务 去年他们创建了全球新冠肺炎预测模型 使他们能够比一般预测早很多 就预料到2020年4月的第一波感染高峰期 他们已经开发了研究 可用于评估不同类型冲突发生的实证可能性 过去的10年中 他们试图了解的最大的风险 是美国和中共国之间的战争幽灵 在习近平的强硬任期内 发生这种冲突的可能性似乎加快了 许多专家都认为 美中两国低强度冲突的风险在50%左右 他们的定量研究支持这一点 他们一个四人团队 利用160年的冲突数据 花12个月时间使用一系列技术 来预测不同模型 不同程度冲突的概率 他们的模型预测 未来10年间 美国和中共国之间的发生 低强度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上升了 概率约为46% 他们的研究还表明 未来10年台湾和中共国大陆之间 发生低强度军事冲突的概率 在75%左右 通常人文学界一向对战争预测 几乎没有兴趣 这与从金融到地质学等广泛领域 都倾向于危机预测显著不同 但现在正是引入更先进的定量方法 为全球面临的冲突风险预测 提供信息的时候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妄为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 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